OK 這個 相隔了 好像快 一個月吧 就是回到了這個 這個空間 繼續錄這個Podcast 稍微跟大家 講一下 就是 到底 這個月到底是怎麼樣 現在時間是 2023年5月21號禮拜天 晚上6點40 歡迎收聽這集的Podcast 這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講 這個 有些時候 你知道有些東西真的是 我以前就知道 言語有其局限性 但是呢 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才發現 哇 言語是真的有它的 很巨大的局限性 因為我就不知道怎麼 把我這個月 家裡發生的事情 跟大家講 其實簡單講很簡單 簡單講就是我爸 他生病嘛 然後去醫院的時候 然後發現他是那個 中風 所以他現在 呃 右半身 算是比較沒有那麼辦法 沒有那麼靈活啦 但是 因為他中風的部位 是語言的區域 所以他身體其實 還是可以動 就是沒有那麼順暢 但是問題點是他那個 那個什麼 講話跟他那個記憶 已經有點錯亂了 所以 呃 對啊 就是 那時候 因為沒有想到那麼嚴重 嗯 就是那時候 呃 4月 幾號啊 應該是我那時候 錄完上一集 podcast 隔兩天吧 然後 我爸就突然 就是話好像講不太清楚 什麼的 然後我在這邊跟大家 稍微講一下 如果你家人 有那種突然就是 言語有點錯亂的話 或是記憶力開始錯亂的話 我跟你講 真的要是馬上 送醫院 尤其是如果還有什麼 三高啊 什麼 高血壓 高血脂 或是 另外一個高是什麼 高血糖嗎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其實不知道三高是什麼 反正 我爸是有高血壓 跟高血脂 所以他本來就是 中風的那個潛在患者 那以前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會 不是說一定啊 就跟他說你這樣吃飯飲食下去 你很有機會會中風 但是呢 老人家嘛 他也沒在屌你了是不是 唉 怎麼講呢 反正就是 他那天開始言語有點錯亂 但是 一開始還好 因為下午兩點的時候 我還在家裡 那時候我聽他講話 是有點卡卡 但是他本來講話有點卡卡 因為他那時候在講中文嘛 好像他說他要轉帳還是幹嘛的 跟他朋友們講話 但是他說他轉帳轉不過去 他在那邊講什麼的 他說他轉不過轉不過 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反正他自己的事情 他應該自己會處理嘛 我也沒屌他 畢竟我們在家裡 其實我們家人的那個感情 也沒有特別好啦 因為我爸 唉 這個 雖然說 有些事情 家裡的事情還是不要跟大家講 比較好但是他這個人 畢竟是蠻多問題的 畢竟我爸媽大概十年前 就已經離婚了 但是 唉 這個怎麼講呢 反正他就是類似那種 如果用台灣人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就是那種 年紀一大把 還會到處去那種 你知道嗎 豆干錯到處找女人的那種人 他也是七十幾歲 他都沒有活力 其實我也是蠻驚訝的 其實是唉 怎麼講呢 十年前我就覺得 唉奇怪他六十幾歲的人 怎麼到處那邊 眼花惹草呢 是不是我跟我朋友講 我朋友也很驚訝 想說哇六十幾歲 的人還有這麼有活力 真的是很不得了 我朋友那時候他的 他們好像是欽佩大於驚訝 讓我個人是覺得蠻驚訝 我也覺得蠻扯淡的 但是呢 沒想到他到七十幾歲 還是有這個能力喔 所以呢 唉 真的是很 唉 這個人真的是 大概這輩子沒有看過這麼自戀 然後 這麼愛說謊的人 大概 我真的沒看過有人 像他一樣這麼愛說謊 你知道嗎 連誰都騙 連自己兒子 他的朋友他騙他老婆就算了吧 他騙我媽就算了 連自己 他朋友騙也就算 他做生意 然後有時候他生意夥伴 他也會 唬爛小唬爛東 他連自己兒子都騙你知道 這個知道這個人 其實沒什麼道德準則 就是也是為了自己爽 就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你知道 然後現在他中風了 結果我們全家都要照顧他 唉 怎麼辦呢 反正 講回來啦 反正就是那天 他言語有點錯亂 然後 我也沒理他嘛 畢竟我們在家也沒什麼講話 我想說 他這個人 他也是四月 很巧你知道 四月 四月初的時候他才回台灣 他之前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在巴伊斯蘭 可能在印度 可能在泰國玩女人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創小 反正也沒管他嘛 那他自己有錢喔 或是我媽 他會給他一點零用錢 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去處理的 我也沒 吊他們的事情 他四月的時候就突然回來了 然後巧的是 他其實只回來一個月而已 他只回來一個月 他其實四月三十號要再回去泰國 因為 他就是喜歡玩女人 他就是喜歡去泰國 玩那些廉價的女人 所以他當然一直來來回回 他其實在那邊 找一些機會到處出國 啊 他其實以前在巴伊斯蘭也有過 也有過家庭嘛 是啊 他也離過婚 然後跟我媽 來台灣之後跟我媽再解第二次婚 所以呢 啊 反正是一個 很複雜的 一個人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呢 他反正就是 四月三十號又要出國 所以他其實回台灣就一個月而已 你知道嗎 結果他好死不死就在台灣中風 那 怎麼辦呢 那都中風了 原本我也想說 啊 幹這種人 媽的 那如果真的生病了 就把他丟到五指山上 然後去餵野狗算了 你知道 或者是讓他一個人死在醫院算了 但是事實上呢 等到真的看到你老爸 雖然說他是一個很靠腰的人 但是你看他那邊中風那邊不能動 然後話也講不出來 連廁所都沒辦法上的時候 你其實 也不會有什麼孝心啊 其實比較多的是 憐憫心吧 是不是 就像你看那隻狗 如果他被車撞到了 你也會停一下車來 然後稍微 想說幫忙他一下什麼 而更何況他也是你老爸 雖然說要做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 唉 怎麼辦呢 還是 但是 你知道他住院還是要稍微顧一下嘛 所以說他一開始那時候 講話一點不太清楚的時候 我也沒有理他嘛 那後來大概大概那時候 是兩點鐘左右的事情 但是大概五點的時候 我媽突然接到他的電話 然後我媽在跟我說什麼 那好像好像開始在亂打電話 因為他的記憶力已經開始搓亂 因為可能中風嘛 中風就突然慢慢的突然 他的那個就是什麼 血管塞住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記憶力慢慢開始消退 然後他開始亂打電話 亂用LINE 打電話給他的朋友 結果他的朋友 還不知道還是誰的 就開始打給我媽 然後打給我媽之後 我媽就跟我說 欸他好像生病了 你快點回去看一下 結果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 他一個人坐在我們家那個 就是樓下一樓那個 那叫什麼 台階上面 然後他已經有朋友已經到了 你知道他們一樣 巴里斯蘭的那種 教徒 或是他們在教友 發現他們很多朋友啦 對 然後在那邊討論東討論西 一開始 看到我的時候 他也不認得我 你知道他也話也講不出 他也講不出什麼句子 他只有說我如果轉不過來什麼的 什麼小的 然後最後送去醫院 我一開始想說是不是 失智症你知道 因為感覺他的那個 一開始的樣子 滿像失智症 因為他人突然不認識 然後 然後話也講不清楚嘛 但是後來 一進去沒多久 發現他不只是 人話沒辦法講 然後他的右邊的身體也 手也抬不起來了 然後右腳也不太能動 所以後來好像 直接送到那個三種 比較在三種旁邊 送到三種之後 突然就 有人說什麼 你爸這個中風 我們要快點 處理一些 就是快點幫他處理 你知道 然後就 進去之後 就開始進到那個什麼 急診的那個 這種小房間裡面 要去住院什麼的 然後開始就是叫我 去簽一堆名 那什麼小的 這樣想要簽 好像那時候中風 最重要的 要簽一個那個什麼 抗 抗血栓的東西吧 因為他就是腦袋裡面 腦子血管塞住了嘛 可能是因為他 反正就跟 反正你如果 你如果中風 卡在腦袋裡 就是 如果腦袋的血管塞住 就是中風嗎 如果你心臟有血管塞住 就是心臟病 那如果是肺部的話 就是肺酸塞 還是什麼的 應該是這樣子 反正哪邊塞住 就是哪邊有問題 但通常腦袋的話 就是中風 所以那時候就跟我說 你爸這個中風 然後 然後他一直問我說 他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症狀 然後我就問他說 問那個醫生說 所謂的症狀到底是什麼 他說就是 你看到他講話 開始不正常什麼時候 然後我們那時候 一直在推說 到底是兩點 開始有症狀 還是大概五點鐘的時候 才出現有症狀 但因為他中間 那段時間他一個人在家 其實沒人知道他在幹嘛 所以呢 醫生就一直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一直不懂 為什麼他要問我 他也沒跟我講 為什麼要問我這個時間上的問題 結果後來才知道 大概問了很久 還是 還是沒有一個結論之後 他後來跟我說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中風的人 你如果搶在那個 1.5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以內的話 然後打那個 抗血算還是抗凝血的東西 進去的話 健保有給付 然後如果是超過那個時間的話 大概 我忘記他那個時間是多少 好像五個小時內的話 那個就是 健保沒有給付要自費 大概兩萬多塊吧 然後如果超過這個時間的話 就是太晚了 那建議就不建議打 因為他好像越晚打的話 那個風險越高吧 那如果風險越高的話 可能就會 你打那個東西 他是抗 抗血酸吧 可能讓血液流速變快 但是如果你血管 已經很脆弱的人的話 有可能會腦溢血 那腦溢血的話 就是他的症狀不只是 他現在這個樣子 而是可能會更嚴重 甚至變植物人之類的吧 所以說那時候醫生是這樣跟我講 然後後來我們推出來的時間 就是他大概兩點鐘左右中風 他們送醫院的時間 差不多五點半到六點之間 所以大概四個小時 那已經是差不多要打那個抗 那個 血酸的那個 的那個已經有點邊緣的時間了 嗯 然後後來那個醫生就說 你要不要打 然後我跟他說 那所以打這個東西 風險有多少 因為你剛剛說他可能會腦溢血嗎 那打這個東西風險有多少 他可能會變植物人的風險有多少 他醫生跟我講怎麼知道 他跟我說 我沒辦法跟你講有多少%風險 我沒辦法跟你說他幾%繼續重 就是會更嚴重 因為他說 就算我跟你講只有5%或1%好 但是如果他真的更嚴重的話 那對你們來講就是100%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這個意思到底是 要不要打 因為他也沒有跟我說 到底要打還是不打 他說他只跟我說這個風險就是 如果你他真的腦溢血的話 對你們來講幾%根本不重要 而是對你來說就是 對你們家庭來說就是100%的風險 然後我就後來說 那我就不要打 因為照你這樣講 好像就是風險很大 是不是 但是他那個醫生一直 一直跟我說 但是其實你知道吧 應該是要打 或是就是一般來講 這種我們都會建議 你知道要打什麼 那我就說所以這個風險 到底多少 還是說這個風險其實高到99% 什麼的 但他就是一直不跟我講 到底有幾%的機率 會腦溢血 就是會有那個更嚴重的那個 腦出血的狀況出來 所以後來好像是因為有一位那個 那個我爸的朋友他老婆吧 然後好像他家人也有中風 然後他說他當時他們家裡 有打抗血栓的東西 他說那個時候他們家人已經是 甚至超過很久以後的時間 然後他已經六個小時 就發現送醫之後六個小時之後才打 所以呢 打這個東西好處就是如果 成功的話就是 他的症狀會減輕 他中風的症狀會減輕 然後對家庭的負擔也比較小 然後對他個人 對這個病患本身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其實後來我才發現 這個東西應該是要打的 對 然後後來我打電話問我媽 因為我其實我一個人先到醫院 我媽的話我媽還在家裡 還是 那天上班吧 沒有那麼快來 然後就問我媽說這個東西要不要打 然後我爸也說他不知道 然後重點是 因為我媽跟我爸感情也不好 我爸我媽也其實懶得屌他了 那我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我其實是 我爸在台灣唯一名目上的 這樣嗎 親屬吧 因為他跟我媽離婚了 然後他的其他家人都在巴伊斯坦 所以說他身份證上面 唯一有的親屬就是我 所以說他不管做什麼事情 最後簽名的負責任人還是我 是不是 結果我就問我媽說到底要不要打 我媽說他不知道 結果後來我媽媽傳訊息 我還在猶豫的那邊問旁邊的人說 到底要不要打這個東西 還在了解的時候 在旁邊我媽傳訊息跟我說 不然你問 他叫我問我爸要不要打 然後我就說 幹 我爸都中風 他在那邊已經神志不清了 然後你叫我跟他說 欸老爸 這個現在有一個抗血栓的東西 是你知道嗎 會幫助你腦袋的血液疏通的 然後呢 但是有風險啦 風險多少不知道啦 就是你知道嗎 你有可能腦袋更加耙袋 現在已經有點耙袋 還是你會更耙袋 耙袋到變成你知道 植物人每天就對你灌水 然後 你就像一個廢人一樣 這是最大的風險 然後我爸那時候已經中風 話已經講不出來了 可能人也不認得 我要跟他講說這個東西 還用中文跟他講 怎麼可能吧 是不是 所以後來我還是決定簽了啦 就是簽名 然後就打這個抗寧血 抗血栓的東西 隨便就寫下去吧 然後呢 後來我簽完名之後 我是後續才知道這件事情 後續才知道說 喔原來 這個東西的風險 大概就5到10%而已 就是他可能會腦溢血的風險 大概就5到10%而已 但是那是等於 跟我簽完很多文件之後 那個好像後面的那個 好像是我記得是那天晚上還是怎麼樣 我跟當時的住院醫生 詢問狀況的時候他跟我說 喔你爸打這個抗血栓的東西 所以他在醫院要住一陣子 因為畢竟 你知道嗎 前三天那個腦溢血的那個 怕數還要5到10% 然後我就說 幹你現在就跟我講5到10% 那為什麼當時不跟我講 到底有幾%嗎 對 後來發現是因為那個啦 其實現在醫院也很怕 就是 就是那些責任歸屬的問題 其實他們也蠻辛苦的 對啊 就是他們也 他就算跟你講幾%好了 他的確是他講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對家屬來講的確是100% 所以他們其實沒辦法把這些 機率的東西 雖然說只是數字上的東西 但是跟家屬講 可能很多家屬沒辦法理解 所以他們 才這麼的你知道嗎 有點閃爍其詞 但是我又不是常常加厲的人 他媽還在中風 我怎麼會知道這種東西 要不要弄呢 是不是 然後呢 就打了嘛 打了之後才發現 呵 原本以為這個東西是很 其實當初原本想說 他如果是阿茲海默 去醫院檢查一下 然後看哪個藥什麼的 或者是做後續安排檢查 應該就可以回家了 急診只是暫時 結果後來他打這個抗血酸的東西之後 大概我們在醫院裡面 總共住了大概快兩個禮拜吧 我記得好像住了11天還是幾天 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久 而且重點是 就我媽跟我兩個人顧她 你知道 所以我們幾乎是24小時 每天12小時都在醫院 甚至超過12小時 因為我 我cover的時間還稍微長一點 因為我想說我媽年紀很大 是不是 我媽還60幾歲 我爸74歲 然後我媽61歲還幾歲 又忘記了 所以呢 我想說那我就多cover一點 我大概平均一天都在醫院至少13個小時吧 然後我也是晚上 前幾天都是我晚上在顧啦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他都會遇到嘛 是不是 其實基本上應該這種事情真的很多人都遇到 所以說你可能有些朋友跟你說 他家人生病 他現在在顧啊 有時候他跑醫院什麼的 那我以前聽到的時候 我都會 這樣子 真的是很辛苦 然後但是我其實 就是我會用你知道嗎 很 就是覺得 他真的很辛苦啊 然後 他也是很孝順的一個人啊 然後這樣子很客觀事實的看待他 看待我的朋友嘛 但是實際上我沒辦法幫助他任何東西 因為呢 你想像中的那種狀況 跟你實際上遇到的那種狀況 那種體驗跟心理壓力的層次是完全不同的 就像我現在就在跟你說我爸住院 我大概在醫院住了11天嘛 每次都12個小時 甚至根本 再還要回家裡睡一下 然後洗一下 早就要去醫院 那種感覺 而且甚至更 其實住院倒還好 可怕的東西是另外一層次就是 醫院現在是沒有病床的 尤其是像三種這種大醫院 他的病床都要排隊 我以前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事實上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 你住院嘛 是不是 你就是 急診掛號之後 掛完之後 醫生看一下 然後看到底是 呃 什麼狀況嘛 是不是 看到底診斷之後 那看到是要住家務病房 還是一般病房 現在安排之後就可以辦住院 然後就可以進去 是不是 那應該是正常 就是醫療 資源充足的情況下才有這個狀況 事實上呢 現在很多人進醫院都要排隊等病房 尤其是急診的病患要等病房 那我爸中風嘛 然後打抗陰險 照理來講應該算是 沒有到特別嚴重 但是也算是有一點風險的病患 因為我去看他那個 他們都會建議說最好是讓他住一下 因為他說他甚至可能 前幾天最好是住家務病房 什麼的 但事實上呢 我們後來在急診室裡面整整 住在急診室病房裡面 待了三天 因為根本沒有病房 家戶病房也沒病房 一般病房也沒病房 我們禮拜二住進去 等到禮拜五 週末的時候才有病房 然後呢 急診室的病房 根本不是病房 急診室的病房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急診室的病房 有一整排讓人家在那邊等 就是排隊要住到一般那種 大家看到想像中的病房應該是那種 不管你在日劇啊 或者是你在什麼地方看到 就是類似一種雙人房 或是 如果你是健保 可能三人房 或是四人房 或是你錢比較多就是單人房 然後是一個套房啊 或者是有什麼衛浴啊 上面有電視啊 然後簾子可以拉起來什麼的 然後在可能四五六樓啊 樓上之類的 會有一些 護理師來尋啊 然後醫生來檢查你啊 這樣子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甚至旁邊有人送花啊 那你可以有地方切水果啊 什麼的 我跟你講急診室病房 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急診室病房 簡單講就是一個 大型的 類似穿堂的地方 然後 密密麻麻 放著 病人的床 大概一個 類似一個教室的空間吧 類似一個國小的教室空間 的地方 然後裡面大概排了 記得印象中 至少快二十個病人 然後 還不是一般的病人 有些都已經在插管 甚至插 什麼 三管 我記得他們有叫三管的東西 好像是點滴 然後 鼻胃管 跟尿管吧 有些病人已經嚴重到插管 在那邊等 但是他們就是等不到病房 他就是在那個地方等 然後 我爸也是在那個地方等 我們全家 就輪流在那邊等 然後我們就不能離開 因為沒人顧嘛 也沒辦法請看護 因為太臨時了 假設在那裡請看護 看護 可能也不會屌你 是不是 所以就在那種地方等 整整等了三天 我們距離 旁邊的病人的距離 大概不到三十公分吧 然後 病人還好 病人還有床睡 家屬的話是沒有床睡的 家屬就是拿一個 類似那種灰色的椅子 那種灰色的 有那種一個洞一個洞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然後坐下去的時候 會發出嘰嘰嘰乖乖的 那種聲音的那種折疊的椅 然後你就坐在他的病床的 就是他腳的那個位置 然後就坐在那邊等 顧病人 顧 我連續顧了三天 然後 我是顧晚上了 半夜了 所以 晚上你也沒辦法睡 就是在那邊等 因為 因為他打抗凝血的東西 最大的風險就是 怕他三天內突然 腦溢血 那他如果突然腦溢血的話 那也是很突然 沒有任何證照的 所以你就要顧他 然後你就是坐在那邊顧 你也不知道你在顧什麼 但是你就是坐在那邊顧 然後旁邊都是一些重病的病人 然後旁邊都是一些看護 大部分都是請看護來顧 因為他們可能是長期的 因為我們算是掛內科的 旁邊還有外科 外科就沒什麼關係 外科可能 他可能是撞傷 或是流血那種 雖然說看起來很驚悚 但通常外科的人 很快就可以離開 但是內科的通常都是 住很久 所以 唉 你知道 如果真的要講什麼東西 像人間煉獄的話 我真的覺得在排隊等病 病訪那三天 在急診症那三天 真的很像人間煉獄 因為 旁邊都是一些快死的 甚至重病的老人 甚至還有那種一直在咳嗽 然後一直在嘔吐的人 就面對著你 因為太近了 他就是面對著你 拿著一個嘔吐袋 然後再嘔吐 然後再咳嗽 然後我也不能怎麼辦 我就只能坐在那個椅子上 然後看著他咳嗽 然後看著我爸 就是探在那邊不能動 然後順帶一提 你知道我爸那個時候已經 就是 沒辦法上廁所 所以你知道嗎 我還要拿尿壺啊 或者是扶他去 什麼上大號什麼 然後上完廁所 想必嘛 然後因為他是右半身 他其實身體沒什麼力耶 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是因為 打那個藥的關係 還是因為 他臥床 太久 還是怎麼樣 身體已經沒力了 你知道 他連廁所都坐不住 所以你要扶著他 上廁所 然後 更不要講 你還要幫他擦屁股 你知道嗎 做一些 真的是看護做的事情 還要幫他包尿布啊 因為他其實已經 你知道大小便沒辦法治理了 那個時候啦 現在是比較好一點的 現在是比較好一點的 所以呢 嗯 你知道 以前我一直覺得 時間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以前一直覺得 時間大於金錢 你知道嗎 人家都說追逐金錢嗎 你知道我以前覺得 時間是很重要的 我要時間我不要金錢 但是後來發現 時間跟金錢 這兩個點啊 在健康面前 不值得一提 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很多時候 錢就不用講了 有錢沒有時間的人 大家也知道 那就是 其實也不是一個 很值得羨慕的情境 然後有時間 沒有錢 那大概就是沒什麼 那路上很多遊民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 有時間有錢 但是你沒有健康的話 那你就是 睡在病床上的一塊肉 你已經沒有尊嚴了 你就是躺在那邊 任人宰割 真的像畜生一樣 你知道 我在那邊看到那些 七八十歲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們幾歲 我已經看不出他們的年紀 甚至我看不出他們的性別 因為他們都長得一樣 你知道 他們就是嘴巴開開的 然後臉都已經乾得 瘦不拉幾 然後有些人有頭髮 但是我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那些病人 有些時候他們要換尿布 然後他們在換尿布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人是男的 原來這個人是個女的 或是一個阿婆什麼的 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等到你失去健康的時候 你也失去了你的尊嚴 你就像一台 真的就像畜生一樣 就有點像獸醫院 有時候在獸醫院 你看到那些被麻醉的毛跟狗 躺在那邊 人人翻來覆去 但是呢 某方來講獸醫院的貓狗 說不定還更有尊嚴一點 因為獸醫院的貓狗 你知道 他那個 家人可能會照顧他 或是那個獸醫 可能是比較有餘育的 也比較有耐心的 但是呢 通常在 醫院裡面重病的病患呢 通常他們家人都不在 通常看的都是看護 你知道 所以 我也不知道耶 真的很像 你真的到那個層次的時候 就是到重病躺在床上 然後什麼都不能動的時候 然後連飯都不能吃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爸 你知道我們在那個 急診的病房 裡面躺著的時候 前兩天他還 睡在那個 急診室那個 有一個小房間 有一個鐵門 可以進出的地方的那種病房 然後我記得旁邊有一個阿伯 那個阿伯嘴巴永遠都是開的 我不知道他得什麼病 那應該也是蠻嚴重的病 他嘴巴還是開的 然後他一進去沒多久 他所有管子都插上去 然後呢 那個阿伯 也帶氧氣罩什麼的 重點是他一直叫 你知道嗎 他一直在叫 他整個晚上都在叫 然後 然後 我也不知道他在叫什麼 他有時候突然 因為他在我們隔壁 有時候突然聞到很臭的味道 就代表他拉死 然後他拉死的時候 他也在叫 他上廁所的時候他也在叫 然後他的尿 你知道嗎 我看得到他的尿袋 因為他的尿袋就在我 他就在我的 他就在我爸的旁邊嘛 所以我就看得到他 那一側的東西 然後那一側剛好放尿袋 然後開始想說 我想說奇怪那個 我一開始以為那是血袋 你知道嗎 我想說為什麼他身上 要插一個血袋 他是要放血嗎 那是怎麼那麼深咖啡色的東西 然後後來發現 原來那是他的尿 你知道嗎 因為他已經病重到 我不知道他的腎臟還是乾 還沒辦法運作 他尿出來的顏色都看起來像血一樣 就是燒幾深咖啡色 後來之後 原來是他的尿 然後那個阿伯 整個晚上在叫 然後雖然說那個 那個阿伯還運氣不出來 他們家有看護 然後還有一些姐妹輪流 好幾個人 在顧 你知道 然後那時候看完就覺得很羨慕 你知道 以前都覺得獨子沒什麼 但是 那 要顧病人的時候 就知道看獨子是很曬的 因為真的很累 然後那個阿伯在叫 然後後來有一天呢 雖然有一個moment就是 那個阿伯周遭 康護好像去上廁所了 還是那個他的女兒去出去一下 旁邊 休息一下 或是買東西吃之類的 然後剛好護理 護士護理師 沒有空管他 好像在顧其他病人吧 那那個阿伯就一直叫 一直叫 然後一直看著我 還用他空洞臉神看著我 然後我就走過去看他 然後 我想說他到底要什麼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他 因為我不是 第一個我不認識他 第二個 萬一我把他弄死了怎麼辦 我要怎麼幫他 但他就一直叫 然後他手上還包著一個東西 好像是因為他會 他太痛苦 他會扯他身上的管子 所以他手上包的那種 有點像是 乍看之下很像是那種 你要拿 那烤箱裡面出來 那種隔熱手套造型的東西 他整個手被包起來 然後他的手一直在往他臉上摸 你知道 他一直想要摸他臉上的那個氧氣罩 然後外加一直在那邊啊啊叫 然後我看了他 我想說 幹真的是 就算我很同情他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幫他 他就是這樣一直叫 然後後來看一看 我發現護理師回來 我又走開了 然後護理師走過來跟他說 阿伯你要什麼 但是阿伯也講不出來 然後護理師也不知道他要什麼 後來就走掉 後來過了很久很久 然後那個康護回來了 然後看到阿伯在叫 才知道說 原來阿伯想要喝水 但是他不能喝水 所以那個康護就拿一個小杯子 然後拿棉花棒嗎 還是棉花球這些東西 沾水 你知道嗎 還不是讓他喝水 是沾棉花棒 拿那個水 然後在他嘴唇上抹一抹 然後阿伯才不叫 所以說那阿伯只是想要 讓他的嘴巴上面的嘴唇 稍微不要那麼乾燥而已 他就為了這種東西 叫了大概15分鐘吧 然後躺在那邊 動彈不得 他什麼事都做不到 因為他失去了健康 所以 健康真的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沒有健康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太多東西可以講了 對啊 尤其等病房 病房的時候也是 你知道在醫院的時候 尤其在急診室的時候 然後 還是會無聊嗎 還是會滑手 因為畢竟大部分時間是顧 但其實沒什麼好顧 因為我爸就 只是上廁所是要人家幫他 他也不太能吃東西 好像前兩三天都進食吧 只能 反正他打點滴嘛 點滴有那個一些營養成分什麼的 所以沒關係他就是上廁所 他上廁所我就幫他拿尿筒啊 或是扶他去廁所啊 幹嘛的 但是呢 你知道等病房的時候我才發現 我一開始想說怎麼可能 他等到三天太扯了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在這種環境裡面大概三天 就算沒有生病 也都會生病 旁邊的人 有人是不知道一直在 一直在咳什麼 或者是一直在嘔吐 或者是一直在哀嚎 或者是一直在哀嚎 或者是你旁邊就有一個 已經神智不清了 阿伯然後半夜 一直在剉賽什麼的 然後他就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連護理師要 幫他量血壓的時候 他的手也會亂動 還罵乾陰陽 我記得一個阿伯超兇的 但他看起來已經疤了 所以他感覺已經 神智已經不清了 然後護理師要幫他量血壓 然後那個阿伯罵乾陰陽 然後揮拳 然後打到那個護理師了吧 然後那個護理師超可憐的 他只能說 你為什麼要打我阿伯 你為什麼 因為剛好那個家人 他的家人在旁邊 他家人一直跟護理師說對不起 那護理師是女生 其實看起來是 20出頭歲吧 然後那個護理師就是 你為什麼要打我阿伯 我在幫你量血壓 但是那阿伯就一直叫什麼的 真的很像人間煉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要去急診室病房當護理師 太高壓了 我在那邊待兩天 我就已經精神快崩潰了 他們居然可以一直在那邊 肯定是 其實我 就算是他們的態度 是算是護士他們的 有時候態度 比較差 我後來才知道怎麼跟他們溝通 怎麼跟護理師護士他們溝通 因為他們太忙了 他們時間太少了 所以說你跟他們講話的時候 他們少說廢話 不要 你好不好意思我想請問 這些都不要 你就直接跟他說 我爸爸他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幫忙嗎 然後他們就會很快 或者是我爸爸怎麼樣怎麼樣 我需要做什麼嗎 就是你快點 進入重點 讓他們去忙他們其他事情就好 因為我後來想說為什麼護理師 看到我臉那麼塞 你知道嗎 因為我發現我太有禮貌了 我大概現在才知道原來禮貌不一定是有用的 我以前是覺得啊 禮多人不怪嘛 我後來發現沒有 他媽的少說廢話 有些時候就是 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不要在那邊扭扭捏捏的 沒什麼意義 只是形式上的那種 理 其實沒什麼 沒什麼批用 反正蠻多事情可以講 我後來在那邊等病房 旁邊還有給他罵吧 因為我們後來其實一直從 因為我爸爸後來 其實他只要度過前幾天 前兩天比較危險 後來第三天 他會慢慢從那個急診室的那個 比較緊急救護照顧的病房 慢慢移出來 然後最後 就移到更外面的地方 然後後來移到更外面的地方的時候 那邊大概不只 那邊大概就是 我剛講我們那邊等的地方是一個小教室 大概二十幾個人在等 但是他移到外面去的地方的時候 就有點像更大一點的那種教室 就有點像桌球教室的感覺吧 然後那邊大概可以排30個床位 什麼的 那邊就是更加的沒有那麼緊急 就是更不需要 護理師或是醫生在周遭一直看管的那種病人 然後後來我爸就移到那個地方去 但是我們在那邊大概只待半天 因為我們後來就等到病房就上去 我們是神經內科的 中風就是神經內科 然後 我們一剛出去的時候 好像說安排到病房的時候 我們在跟旁邊隔壁阿嬤聊天 那那個阿嬤 好像是 腳不知道怎麼了 他的腳腫起來 然後上面畫了好幾條線 就我認知好了 我以前我阿公好像也有類似的經驗 我阿公那時候躺尿病 然後腳上有化線 然後腳腫起來那個狀況 就我認知是準備要截肢的時候 才會有這些東西 但是那個阿嬤的繩子還蠻清楚 他跟我說你們來這邊多久 我說我們三天等病房等不到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阿嬤說 什麼三天 我們在這邊等第四天了 然後我想說 幹 我旁邊這個阿嬤 他的腳都已經腫成那樣子 然後上面都畫好線 感覺就是 我不是常常這樣講 但我覺得看起來就是準備要截肢的樣子 然後這個阿嬤居然 等了第四天還等不到病房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知道台灣有時候 大家都說台灣很好 的確台灣的地區很好 然後大家都說台灣很棒 或者是說 有時候你知道 我在醫院的時候 每次打開Facebook 或是IG什麼的 我就看到 你知道嗎 現實的人 也不是說現實的人 就是以前 你看到那些畫面 就是看到大家分享一些什麼事情 討論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討論一些新聞 或者是什麼社會上不公不義的東西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那些東西 我就覺得媽 這些人 真的是他媽可以避上他們的臭嘴 你知道嗎 你說什麼叫不公不義 你說這個世界上 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旁邊有個阿嬤 他的腳都怎麼樣截肢了 然後旁邊這麼多人 在等病房 等他媽等不到病房 沒有辦法受到正確的醫療照顧 然後我們在台北市內湖區 然後你跟我說 你在關心那些什麼無聊的議題 到底到底是我現在在的那個空間是真實世界 還是網路上那些人講的那些廢話 才是真實世界 你知道當下我真的是 有點認知錯亂 我到底我們 或者說我對我自己認知錯亂 就是我覺得我到底 對這個世界的了解 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嗎 到底我對這個真實世界 到底了解多少 然後後來發現我什麼都不了解 我只是他媽的一直在放屁 就像現在所有網路上那邊講一些 他好懂他好了不起 好關心社會什麼的 他們大家都在放他媽的臭屁 真正值得關心的事情 你知道嗎 什麼醫療 什麼長照制度 什麼小的 根本沒有人在管那些事情 唉 不知道唉 所以呢 唉 我不知道跟大家講什麼 反正 這就是我看到的東西啦 然後 我也不知道怎麼 我只是唉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只是我言語能 我言語沒辦法形容 對呀言語沒辦法形容 我覺得我已經好像老了 我應該老了五歲吧 至少 我記得我在急診室那幾天 好像前兩天我就 瘦了三公斤 然後直接掉三公斤 然後掉了五公斤 只剩五十幾公斤 那時候印象中是這樣子 不過還好啦 現在我爸也出院了 後來在那個 後來好不容易等到病房 其實你知道等到病房 真的是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急診室跟病房 真的是另外 就是一般病房 真的是另外一個世界 一般病房 上到一般病房之後覺得 哦這才像是一個人 該要有的那個 的那個 醫療照顧 你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 有護理師會來尋啊 然後定期給你吃藥啊 涼血啊 然後 安排醫院幫你安排檢查 主治醫師會定期來看你啊 什麼 但是你在急診病房的時候 其實沒辦法 然後你覺得 這是那間醫院特例的狀況嗎 後來我跟你講沒有 後來我好像 我好像第幾天 我要跟 我跟當時住院 那個急診室半夜的住院醫生 聊 也不是聊天問 詢問他到底他媽什麼時候有病房 但是我很客氣 我說不好意思 到底什麼時候會有病房 我真的是快啟笑了 我已經連續三天 半夜坐在一張椅子上面 要睡不睡 根本睡不著 你知道嗎 旁邊有人一直在吐 一直在聲音 然後一直會有那些嗶嗶 器材那些什麼嗶嗶叫的聲音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 根本不可能 睡得著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到底為什麼病房那麼難 他說 學台灣的這種大型醫院 什麼 他說好像講了一個什麼 他說好像講了什麼 醫療中 中的他是什麼 他好像有一個什麼什麼名詞 什麼什麼中心等級的醫院 幾乎都沒有病床 像什麼榮總啊 台大醫院啊 什麼哪一些馬接啊 什麼的 長根嗎 就是那些比較大型的醫院 就是大家耳熟能講 醫院 你幾乎住院你要排隊 都是要排隊 這是常態 然後後來我上網看 看了一些 台灣醫療的一些 就是什麼報導者 或什麼他們講 這的確是常態 因為大家 太喜歡去大醫院了 所以導致很多病房 都被佔據了 然後 這的確也是 我以前不知道這個東西那麼嚴重 但是 或許 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以後 大家 誰的家人住院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才知道原來 這麼嚴重 你知道 所以呢 長照問題也是個問題 我這輩子不會再開 外籍 什麼看護的玩笑 因為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在住院的時候 幫助我最多的都是外籍看護 你知道 就是因為我畢竟 我也沒有常住醫院 然後那個病床啊 那個什麼輪椅啊 甚至怎麼帶我爸去上廁所 我也沒經驗 護理師也不會跟你講 你要自己摸索 是不是 通常都是那些看護 真的看不下去 看我爸真的 被我拉 快要摔倒 他們才過來幫我 就是 他說就這樣子 然後把他腳抬起來 然後什麼小什麼小的 這樣弄 然後再說 啊幹 看護真的是 很偉大 你知道嗎 媽的 雖然說大家都看護 有時候不認真 或怎麼樣 但是媽有本事 你自己去顧嗎 你有本事嗎 我看你是沒本事吧 因為連我都沒辦法 我也是 真的是沒辦法 不可能 反正就這樣子 那因為 其實我現在會 我爸出院之後 沒多久 他現在比較穩定 他現在比較穩定 代表他當時打抗靈血 是 蠻有幫助的 他現在只是 記憶力還是不太行 但是他 走路其實是可以走 但是就是右腳 跟右手比較弱 那就看到他運氣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看到他自己運氣 因為其實中風的人 通常 每年的 再中風的比喻是蠻高 尤其是像他這種 他算是慢性的高血壓 他其實也沒辦法裝什麼支架 什麼的 那只能這樣子 好像五年內 再中風的幾率是40%吧 其實是蠻高的 然後通常再中風的話 就會更嚴重 對 所以呢 還未沒辦法 怎麼樣 反正就是 就是命吧 就是命 嗯 嗯 我覺得有些事情就是 縣四報 我覺得這是報應 你知道嗎 其實你看我爸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 他中風是語言的區域 而不是身體 可以動作的區域 什麼的 他其實比較大的問題 還是語言 然後記憶力什麼的 不太行 就是 他已經不知道一二三 甚至連一二三 他都分不出來 禮拜幾也分不出來 然後有些人的名字 他分得出來 有些人的名字分不出來 然後他也不知道今天 明天 後天 那沒辦法 他已經失去那些 天數的概念了 什麼的 他的腳還是可以動 他雖然右腳比較弱 但是他身體是可以動的 所以我就想到底為什麼 他失去的是語言的能力 而不是肢體動作 因為通常一般中風很多都是中身體 當然 失去語言算是比較幸運 你畢竟他就還可以動 至少後來 他後來比較好 就不用幫他擦屁股 什麼的 但是我一直在想 我覺得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人 這輩子 真的說太多謊了 你知道嗎 他就是說了太多謊 他現在才連一句話都好好講 都講不出來 我覺得這是他的現世報 不然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想我自己的報應 你知道嗎 可能也是因為 你知道嗎 其實我發現講我已經 尤其是我 這一年搬回家一出之後 有時候看我老爸這樣子 我真的 看我真的很難看得起這個人 你知道我以前是覺得 我這個人有問題 後來看我老爸的時候 媽的幹 難怪我會覺得我會有問題 我爸的問題 更加巨大嘛 是不是 所以我其實這一年 其實沒什麼跟他講話 然後導致呢 他現在中風 我必須 就是我也沒有花很多時間在他身上 但是你知道 中風之後我必須花大量的時間在他身上 我雖然不願意都不行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也是屬於我自己的 某種程度的報應 當然也是有好處啦 就是 至少 你知道 就是 可以換一個角度看事情嗎 那我媽的話我就覺得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媽很衰 都已經離婚了 要照顧 照顧你知道 你的前夫什麼 然後重點是 你要知道你前夫對不起你 那幾把造的事情 但我覺得想他的報應可能是 他沒有太早 他沒有急早就是斷乾淨嘛 早就應該斷乾淨 如果他斷乾淨的話 現在就沒有這些事情了 但是呢 人生就是 很多事情沒辦法控制嘛 是不是 人生真的是 啊 嗯 就無常啊 真的是無常 你知道我已經 原本想說 你知道嗎 以前都覺得說 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情 只要我想做就可以做 就像說好 我做這個podcast 我原本想說 那我這一年就是做嘛 我以前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挑戰 就是一整天好好的認真做這個podcast 是不要中斷一個禮拜 然後我以前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挑戰 那怎麼試試看 在半夜三點的時候 扶你的中風老爸到廁所裡面拉屎 然後幫他擦屁股 這才比較像一個條件 尤其你還要快一點 因為外面還有人在等你知道嗎 這個倒是比較 嗯 比較像挑戰吧我在想 對然後就算我想要 現在我發現你居然想做一件事 也不一定能做到 因為你看 不知道有時候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又是獨子 怎樣我能拍拍屁股又散人嗎 不可能嗎 怎麼可能 就算我講得到我做得到嗎 做不到啊 怎麼可能 人有些時候還是 有些責任是逃不掉的 偷取這些現實啊 好啦反正就這樣啦 反正我希望我爸 我是希望他越來越好 他目前感覺是不是有比較好 他這個人真的是很靠腰 他還會挑死 你知道我今天切蘋果 我跟他說蘋果對你很好 他說他不吃蘋果 他說有些水果是好吃 有些水果是不好吃 他說他不想吃不好吃 我就是幹你他媽去死吧 幹 他這個人真的是活該中風 你知道他這個人真的是 我沒有看過七十幾歲的人 這麼像他一樣挑死 唉 他這個人毫無自治能力啦 唉 那怎麼辦呢 我已經講太多了 反正就這樣子啦 對啊 還是很感謝大家 我也不知道大家為什麼要聽 之前有人寄信給我 我覺得蠻開心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 好像收到信的時候 有幾天幾天有人寄信給我吧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收到信的時間 那時候我剛好還在 還在那個醫院的急診室 然後 我那時候坐在鐵椅上面 稍微想說幹你沒辦法 我那個時候在急診室 唯一可以補眠的時間 就是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想說我爸真的熟睡 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一到外面那種 有點像是一整排鐵椅的地方 稍微躺個一個小時 那是我之後 那時候在半夜 我顧半夜時段的時候 稍微可以補眠的時間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躺在那邊 還是說我最準備要躺下來 幹那椅子超難躺的 但是其實你很累的時候 你很睡得走 但是 我正準備要躺下來的時候 好像收到 有些人寄信給我吧 我就覺得 你知道嗎 還是蠻開心的 不是就是代表我人生不是只有 因為你在醫院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 幹你人生就只有在醫院這件事情 然後你也不知道病房怎麼做來 那時候真的是很絕望 你知道 真的是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生病的人會 求神拜佛 因為我跟你講 他如果真的 再讓我在急診室 再待 再多待兩天的話 我大概直接 什麼管他什麼佛什麼神 我直接開始跪地求饒 他說拜託你給我個病房吧 真的太痛苦了 你知道 唉 不過 就是這樣子 後來我爸出院了之後 後來剛好那個禮拜 我也 就是這個禮拜 他其實 對他其實上禮拜六才出院 仔細想想還蠻不可思議的 覺得時間過得好 好像很久一樣 上禮拜六出院的 然後我其實也是這禮拜一去開始上班 因為 因為 就想說 原本還想說慢慢找工作了 但是 你知道 突然間都在醫院的時候 也沒時間的話 我就打電話去那間公司說 不好意思 就是我爸中風了 會晚一點報到 人家也說好 就說好吧 那就去那邊上班好了 就那個公司超遠 都單趟通勤 要45分鐘 到50分鐘 但沒辦法啦 有些事情 人生很多事情都是無奈啦 畢竟目前這個狀態 我也需要賺點錢嘛 所以呢 你知道 有時候 之前日子的確過得比較自由自在 但是我覺得 現在這種狀態 對我來講 未常也不是一件好事啦 反正就這樣子啦 大家要自己 愛惜健康愛惜光陰啦 對啊 因為有些時候 也不是你能控制的 有些時候 就是 有時候命運 這樣講很老套 我就是覺得我 這命運真的 有點像那個什麼 我一直在想像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 一顆小皮球一樣 在馬路上亂跳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以為我可以這樣一直亂跳 亂跳 亂跳下去 但沒想到 過了一陣子 突然發現 我後面有一個 發出一個轟隆隆的聲音 然後我就知道 那個聲音就是命運 但我一直不知道 命運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 知道了 我 我那顆小皮球 我這顆小皮球 一直彈一直彈 然後越彈越美麗的時候 突然往後一看 發現那個轟隆隆的聲音 就像一個 就像一個那種 壓土機一樣 壓馬路那種 巨大的 那種擰壓的那種 機器一樣 你知道嗎 不管你想要怎麼逃 你知道 他總有一天 會把你壓碎 他總有一天 會把你捏得 不成人形 你知道 不管你想要怎麼逃 你知道 你就是會被他 狠狠的壓過去 但是呢 那又怎麼樣 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也不知道 我這個比喻恰不恰 但是我都覺得好像 你知道 我一直覺得我以前 在不知道逃避什麼東西 但是現在發現 好像有些事情 真的逃不掉 對啊 終究還是要被 命運給無情的撵過吧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但是呢 到底沒什麼關係 好啦 那反正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 其實我禮拜五的時候 難得 難得休息 然後其實 這一個月 幾乎每天 不是去 之前是家裡 跟醫院兩邊跑 後來是 上班之後 就上班 然後回家 然後 上班回家 因為現在主要 白天是我媽在顧 剛好我媽也退休了 所以白天都是我媽在顧 剛好禮拜五 然後 剛好 剛好有點時間 你知道 然後想說去看個表演 你知道 那個誰啊 蔣玉哲 蔣佑哲 不好意思 蔣佑哲 傑克 他辦的他專場 原本其實 原本也沒有 今天發生這些事 我想不要去跟他玩具 然後想想 算了 我都答應他了 很久以前都答應他說要去看了 然後 去看了 還蠻開心的 相隔一個月 再次去看那個喜劇表演 然後 真的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就是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看大家都 他 其實快樂 你知道 快樂真的是很好的東西 就是 他可以讓大家 稍微脫離一下他們 痛苦的那種狀態 我以前一直不懂 畢竟我以前 我以為痛苦 也不是真正的痛苦 但是你知道看表演的時候 怎麼發現 其實 有時候看表演 稍微 有些moment真的很好笑的時候 你真的會稍微脫離一下 那個心理中那種 比較痛苦的狀態 對 但是那個是moment不多 畢竟是 蔣佑哲的專長 畢竟不是 曾博恩的專長 沒有啦 他傑克講得很好 蠻好笑的 而且蠻做地方 一個年輕人 他做年輕人 他蠻厲害的我覺得 但是呢 就是我那個moment 我去看的時候覺得 其實喜劇 對一般人還是 蠻有那個 蠻有幫助的 嗯 但是呢 我之後肯定是 沒什麼時間搞的 其實我現在 時間對我來講 是非常稀缺的資本 因為畢竟我現在 看我現在1到5上班 上班加午休 8點5個小時 然後通勤 可能已經快兩個小時 我這樣一天 10個多小時 要就是用在上班上面 對啊 時間也變得很少 沒辦法 對啊 反正還是感謝傑克啦 感謝傑克 讓我看個面前的表演 只要面前表演 還是要感謝一下 雖然說他可能已經聽不到後面 前面太 前面的東西太悲催了 但是這是事實啦 我講的東西都是現實的東西 那 什麼東西可以跟大家講 我下禮拜不會更新了啦 現在沒什麼時間 我可能看狀況吧 一個月 兩個禮拜 有空的時候才能更新 對啊 希望是我爸之後可以 狀態比較好 他如果可以自己 好像有些中風的人 到最後是可以自己活的 那我不知道他的運氣 有沒有辦法當那麼好 所以再說吧 可能看狀況啦 一個月 或者是到時候有什麼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 大概是這樣子 好吧 希望大家保重身體 然後呢 建議你家人 不要吃那些垃圾 沒營養的東西 雖然說老一輩的 大概都不會屌你啊 對啊 或許你們可以跟他簽一個契約 說你要不要再吃那些垃圾 你到時候 住醫院 進 住院的時候 不要想我會照顧你 你要不要自己個人 面對這些事實啦 看他會不會害怕 雖然說我覺得沒什麼用 但是 那怎麼辦 好啦 反正廢話這樣 這樣已經快 7點多了 好 有機會再見吧 謝謝大家 保重啦 拜拜